是白色的 然後收到是不一樣的 高雄聲明蘇小姐 上網買了白色禮服 收到貨卻發現 衣服怎麼是粉紅色的 靠近看這件禮服 的確是粉紅色 弟兄的設計 裙擺還縫上網紗 但跟賣家提供的照片比一比 左邊是淡淡淺色 但收到的卻是鮮豔粉紅色 一件有精細繡花 另一件卻縫上便宜亮片 而裙擺設計也不太一樣 這件禮服花了2700元 蘇小姐收到之後 大喊不值得 穿去參加婚禮用的 然後婚禮上面 就想說買白色的 收到禮服 蘇小姐傳LINE給賣家 告訴她 網頁上寫白色 但賣家不以為意的回說 看圖片都知道是粉色 蘇小姐看到訊息後 要求退貨或換貨 賣家卻說 不接受不喜歡 或顏色不符 還有與想像中不同等理由換貨 她在線上 不過蘇小姐傳LINE聯繫 賣家不讀也不回 求證賣家 對方不接電話 賣場網站也已經關閉 你覺得看起來是什麼顏色 禮服 這個 這件是 買紅色 你有確定嗎 我沒有設盲嗎 這期網拍的買賣糾紛 不只是對顏色的認知不同 而是賣方沒有提供 正確的商品資訊 小保管也說 買方有7天賤賞期的保障 只要不滿意商品都可以退換貨 更別說是顏色不對 記者 紅軍會高雄報導